我们介绍升学 上一次我们已经讲到 众波的传播速度 众波的传播速度 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看 众波的传播速度 V 它是等于根号 V就是bulk modulus 这个就是正常状态的 空气柱里面 没有经过压缩的空气 它的密度 那么这个波呢 它因为是纵向的震荡 比如说我们一个空气柱 它在这个地方会形成 你这个有一个压力过去的话 我们加一个pressure 在这个piston里面 让它跑到这个位置来 让它跑到这个位置来 那我们从这里到这里 这段时间呢 这段距离叫做delta s 它是等于u乘上delta t u乘上delta t 这个u就是push这个piston的速度 也就是这个空气震荡的速度 那么于是这个空气柱 它就开始受到影响 我们知道你推的速度 我们知道你推的速度是u 它传播的速度是伸数 v快得很 就是说你本来piston在这个位置 piston在这个位置 你一推的时候 它就会影响到这个地方来 影响到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的距离呢 我们称它叫做x delta x 这个距离是delta x 等于v乘上delta t 那么位移波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它的函数可以写成s sigma 这个我们用s来表示 跟以前的这个纵横向震荡的y 和a有所分别 那么它是cos kx-omega t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在这里 把它当做0 对不对 0的地方震动的最大 所以它是一个cos的函数 这里都是0的时候 cos0是等于1 所以用这个 好 现在我们说 这个空气柱 它的分值 都是在它的平衡位置 这样子震荡 比如说 这个是它原来的平衡位置 它的正幅 就是这个 这个 就是正幅 就是s maximum 上一次写s 上一次写s啊 要写cos 我写s啊 我写错了 是cos 你先 就假设它是cos cos 应该是cos cos 那么 我们说这个坡 因为你 这个地方 本来有p了 后来变成p加上deltap 就是比这个里头的压力 多一个deltap 所以它压力就是多了一个deltap 好 那么 于是呢 这个 被压缩的这一部分呢 它的压力就比较大 对不对 压力比较大 压力大的话 这个地方 压力还没那么大 但是这个会慢慢传过去 压力波会传过去 所以呢 这个叫做位移波 displacement wave 它又可以是压力波 pressure wave 又可以是pressure wave pressure wave的话呢 它有一个振幅啊 我们还是写cos cos 但是它跟这个波呢 有一个向差 有一个向差 等等我们会发现 这个向差 是二分子拍 还可以看成什么波呢 可以看成疏密波 因为空气被压缩 比较紧 它的密度比较大 有一部分的空气呢 因为往两边去了 这边压缩 这边压缩 当中就膨胀 它的密度啊 比较稀疏 所以呢 就是比较稀疏的部分 因此它一传播啊 密的部分也往这边跑 疏的地方也往这边行进 因此我们就称它叫做 疏密波 疏密波 它可以用什么 用气体的 用密度来表示 也可以用密度来表示 用密度来表示的话呢 它这个是它的 它这个是它的amplitude 那么也可以写成cosine kx-omega t 再加上另外的一个phase 这个phase可能跟这个不一样 所以空气柱里面的波 可以当做是位移波 可以当做是压力波 也可以当做是疏密波 那它的位移波 形态 就跟我们前面讲的行进波 一样 假设是这个样子的话 好 现在我们要看 它压力波到底是什么 压力波 pressure wave 好 于是我们现在就来 底下就要来推导 压力波 的波函数 到压力波的波函数 到这个 到这个 好 我们现在 就看这个 还是从这个地方开始 bulk modulus 等于delta p over delta v 被v来除 体变弹性系数 体变弹性系数 那我们就把这个 delta p 它就可以等于负的 b 乘delta v over v 其实 我们空气 你 piston 不施压力 它本来就有压力 对不对 本来就有p 那我们现在的压力 是增加一个delta p 其实这个压力 是指什么 是指delta p 但是我们在这里 加delta p 比较 不太 跟这个 不太一致 所以呢 我们就令 从这里开始 我们令 p等于delta p 或者令delta p等于p 这个p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们增加的压力 增加的压力 也就是那个函数里头的 这个 这个东西 OK 好 那我们 就把这个 带进去 它就等于 b burke modulus delta v over v 那delta v 是什么东西呢 delta v 它就等于 就是这个体积 这个体积 这个体积 这个体积就等于 它这个是 活塞的 面积 接面积 乘上delta s 所以它这个是等于 所以它这个是等于 a 乘 delta s 那delta v呢 是这一段 受影响的 受影响的 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 a乘 delta x a乘 delta t 不是 a乘 a乘 delta x OK a乘 delta x 好 那现在 我们 把这个 就可以写成 b乘上 delta s over delta x 好 我们现在取极限 我们推的时候 就稍微推一下 其实这个量很小很小 就是delta t呢 非常的短暂 非常短暂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说 当 delta t approach zero 去于它的极限值 应该是limit delta t approach zero 去于极限值的时候 那么这些都变成 那么 折 我们说 p e x t 它要等于负 b 乘上 partial 这一个partial derivative partial s over partial x 应该是这个东西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就把 这个 拿来 对 x做偏微分 我们知道 partial s over partial x 在那个地方 就等于 负的 s maxima 还有个k x有个k 对不对 这个k 好 cos 就变成sign 变成这个 foo的sign 在这里 负的k sign 这个写中括弧 kx 减 omega t 等于这个 好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负负得正 它就等于k 乘三 maxima sign kx 减 omega t 好 我们把这个带到这里头来 这个带入上次 那我们就得 pressure 是等于 这里有个负的 负负得正 我看看 负 partial 这个负号没有 这个是我刚刚写的 这个负号在这里 partial 这个 负号在这里 所以这里有个负号 好 负负得正 所以它就等于b kx maximum 乘上sign kx 减 omega t 等于这个东西 OK 好 那 我们现在呢 把这个 work modulus 我们先看 我们先看 v是等于 bulk modulus over row 所以 b就等于 row 乘上v 这个带进去 那我们就等于 row v平方 k max 什么 sign kx 减 omega t 减 omega t 好 那么 我们要为了要跟起初这个比 都要化成cosine 化成cosine才可以比较啊 你的相差多少啊 因此我们把这个 如果写成相差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cosine kx 减 omega t 减 二 π 你可以 这里 cosine正子就是cosine负值了 负角的cosine就是正角的cosine cosine 二分之拍减这个 那就是sign 对不对 就是sign 那这个东西啊 都是一个常数 气体的密度 气体里面的速度 我坡的传播速度 还有这个是坡速 这个是正伏 那我们就令 这整个东西 它就是pressure的一个正伏 这个pressure不是真的pressure 就是说比一般的pressure 比p还要大那么多 其实它是个delta p maximum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这个 就是这个形态 这个phi就是那个东西 这个叫做pressure wave pressure wave的function OK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pressure pressure的amplitude 这叫做压力正伏 压力正伏是rho平方 rho v平方 k s maximum 这是压力 政府跟位移政府之间的关系 压力 压力正伏 我们有仪器可以测出来 但是displacement的amplitude 位移政府太小了 没有那么精确的仪器可以测 所以我们要如果要知道 说一个深坡在正的 一个深坡发生的时候 这个深坡的正伏 是多少 你往往啊 没有办法直接测它的正伏 你又看不见 对不对 空气又看不见 测不出来 那我们可以有很机密的仪器 可以测它的pressure maximum 那我们就从pressure maximum 测出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求 求位移政府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 位移政府 它是等于 p maxima overall v 平方 k 可以用这个式子 好 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举一个生物物理的一个例子 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你们底下会不会冷 会冷就把 我们可以把冷气关掉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例子 我们一般的正常的大气压力 一般 就是说 我们讲这个标准大气压 标准大气压 一个atm atmosferical pressure 它是10的5次方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我们这张我们没有讲 流体力学 本来是会讲的 我大概寒假会讲 一桌就有讲 我们空气也算是流体 它的标准大气压 是这个 好 现在我们在标准大气压力之下 我们用频率等于1000Hz的这个频率的升波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频率 我简单的写 频率是1000Hz 就是每秒震荡1000次 正好是我们耳朵可以听得到的 这个升波 如果是这个频率的 我们耳朵所能容忍的最大的声音 再大你耳朵就聋掉了 最大的声音是它的气压变化 就是这个在增加28个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是最大响度 或者最大的这个强度 它的气压变化 为28个Newton per meter square 你看 这个是多少 10万个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它只要增加28个Newton per meter square 我们耳朵就几乎要受不了了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时候的位移政府是多少 求 位移政府 位移政府 那我们 这个其实就是压力政府了 我们要求 我们要用那个势子来算 我们先看 这个时候 我们假定 我们假设 温度 零度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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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度C的时候 声音的速度 331个meter per second 空气的密度是 1.22个kilogram per meter square 我们把那个公式里头 有的这个都要先算出来 K K就是2pi over lamina 那 lamina呢 我们可以把它划成 V是等于F乘 lamina 可以划成这个 现在我们就可以求 这个是2pi 1000 个hertz V331 把这个带进去的话 那就是19个 meter per meter 或者是radians per meter 都可以 可以算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 由 这个 pressure的 amplitude 跟displacement amplitude的关系 来求 pressure 因为它是等于 因为它是等于k rho v平方 s maxima 那我们要求的是 s maxima 它是等于pressure 那现在我们可以把那些数字都带进去 对不对 那些数字我们都求出来了 好 好 现在把数字带进去 它是等于 比如说 比如说 比如说19个meter per second per meter 1.22 331 本来我们都应该把单位写出来 这里 我们争取一点时间 我就不写了 那么 这个是28个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就是这个东西 算出来是多少呢 算出来是1.1乘10的-5次方个meter 就差不多十万分之一公尺 这个时候我们的耳末 因为耳末也在震荡 对不对 跟空气震荡那个amplitude是一样 十万分之一 我们耳末就几乎要受不了了 这是最大声音 好 第二个 我们来看 part two part b 同样的状况之下 最小的声音 耳末 能听见 最小声音 是delta p 我们写压力变化了 是多少呢 是2.0 乘10的-5次方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然后也是一样要求 这个时候的位移正负 你看这个时候只要改变 十万分之二 那么我们的耳末 那么我们的耳末还能够听得到 那我们就把这个还是带到这个狮子里面去了 它还是等于这个 p maxima k rho 这个跟这个一样 分母啊 跟这个是一样的 1.9 19 不是1.9 19 1.22 331 然后 这个地方 就是2.0 乘10的-5次方 newton per meter square 这个等于多少呢 它是等于 它是等于 8乘10的-12次方公尺 我们就算这个8 慢慢呼呼是10好了 那这个就相当于 10的-11次方米 我们耳末只要震动这个距离 震动这个正负 我们人就听得到 这个是什么距离啊 对这个有没有印象啊 没有印象 对不对 好 那我告诉你 氢原子的半径是多少 你知道吗 直径好了 我们拿它的直径来看 氢原子 氢原子的直径 它当中是一个proton 这是一个electro 好 它的直径呢 10的-10次方公尺 氢原子的直径才是 电子轨道的直径 是10的-10次方公尺 那这个距离是多少 它直径的十分之一啊 氢原子你看得到看不到 我们的最大的电子显微镜 能不能看到 都看不到 小的不得了 但是耳朵呢 受这么大一点的距离 就能够听得到 所以最小声音 什么是最小声音啊 比如说整边细语啊 这是最小声音啊 你跟你的另一半讲话 总不能大声让人家听到嘛 对不对 窃窃私语 或者整边细语 很小声 都听得到 好 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 我们的耳朵 其实我们整个身体都一样哦 它构造非常非常的精密 构造非常精密 我们所用的这些东西啊 没有这个精密 你这个小到10的-10次方米的 这这么小的一个距离啊 那真是精密得不得了 你都能听得到 那越是精密的仪器呢 我们越是要保护得很好 你在家里头 电脑要是不听话 当机 你敢不敢一巴掌打过去啊 那不行啊 对不对 你疼得不得了啊 那么 但是人的耳朵啊 那比电脑不晓得要精密多少 可是我们人往往都 不太珍惜它 很容易受伤 你看我们耳朵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啊 耳末是在里面的 他没有说把我们耳末做在这里 像天线一样的啊 不是 他做在里头 就是要我们保护得很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好好地保护啊 那么我以前跟你讲过 我在当兵的时候啊 隔壁的人 开了第一枪 蹦一声 我耳朵就坏掉了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那么 一直好不掉啊 那外面的声音 没有声音 我耳朵还是有声音 有一次我去大学毕业去应征一个工作 那个工作是 做这个 飞机的 无破坏性 无破坏性的检验 用X光啊 来检验飞机 看看它有没有裂缝 那个公司是外国人的公司 非常严格啊 进去啊 要身家调查之外 调查了半年 然后呢 用体格检查 体格检查 要看看你听力行不行 我记得听力的时候 说听力检查的时候 他是拿两个耳机 有一个仪器 有一个耳机 一振动 耳机就通到我的耳朵里面来 他就开那个声音 从大声 从一般听得到的声音 为你听到没有 我说听到了 再降低 听到没有 我说听到了 再降低 听到没有 我说还听到 再降低 他听了好多次 我看他们两个护士都在笑 我说你笑什么 我机器都关掉了 你还听到什么 就是我耳朵本来就会叫 所以这个耳朵是有缺陷的 那因此我奉劝各位啊 你要好好的保护你所有的器官 耳朵 耳朵眼睛 甚至于我们的手脚都要保护好 因为这个就是你天生 你父母生下来的时候 一个标准配备 我们的标准配备 你要坏了一个 你再换一个人造的 那都比不上这个 所以你们尤其对这个精密的仪器 像耳朵眼睛呢 都要格外的保护好 有的人很喜欢开玩笑 在人家耳朵旁边 大叫一声 害人家吓一跳 他就很爽 不要做这种事 那耳朵会给你叫坏了 就跟人家那个打靶一样 蹦一声我耳朵 就受损 以后你做父母打小孩 你打他屁股都没关系 但绝对不要打他的耳光 我们好多精密仪器都在这一带 都在这一带 你这一打下去 他里头的损坏 你根本就无法估计 你不要骂孩子笨 一巴掌打过去 他以后真的笨 他考不上大学 或者干什么 那都是你这一巴掌害的 当然你们 做父母还早了 你现在的时候 你要小心 尤其你们女孩子 不要随便打男朋友耳光 懂不懂 不要随便打 男孩子也要注意 你女朋友生气 打你耳光 你要闪掉 不要撑英雄 打你这一边 没关系 这边再让你打 不要撑这个英雄 你这一个耳光打下去 那个不得了 所以女孩子 你不要耍脾气 我这一巴掌打过去 了不起我等等再赔罪 撒个娇赔个罪 我当时都是脾气不好 其实我还是很爱你 听不见了 你知道吗 你讲这个话 他耳朵坏到已经听不见了 所以不要这个 不要随便的打耳光 那也就是说 你要珍惜你 像手脚 任何一个器官 器官 你都要珍惜 以上我们是讲的 pressure wave function 现在我们要讲 重波呢 跟横波一样 它也是传播 能量 传送功率 传送功率 我们现在就要看 重波的功率 于想 于强度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功率就是power 强度就是intensity 我们上一次 他推导这个就跟我们上一次讲 在弦上面的横波情况是一样 因为重波 他的分子 震荡 也是减斜运动 对他的平衡位置 做减斜运动 simple harmonica motion 那我们把所有的阻力当作都可以忽略不计的话 那么 浅运动 里面的 胃能 跟动能 任何一个时刻的胃能跟动能之和 要等于 总能量 是一个常数 那这个常数呢 等于最大动能 也等于 最大的胃能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这个 Delta Ek 动能 我们看这个 我们在 这个空气柱里面 它是这么动的 它是这样子动的 它是这么动 我们在这个里头 取一个 这个 这个是Delta M 这个质量激素 这个面积呢 面积是A 接面积是A 好 我们取这个激素 它在这里震荡啊 它这个动能 二分之一 Delta M 二分之M V平方 V平方是什么平方呢 就是U平方 U就是震动的速度啊 像以前我们讲这个 横向的震动 是这个速度 V是指传播速度 它不是物质的速度啊 它是像素 OK 好 那么这个我们又可以把它写成 二分之一 Delta M Delta M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Rho 密度呈体积 体积就是A 乘上 乘上 这个 这个厚度 厚度 我们假定 这个厚度 Delta X U呢 它是Partial S Over Partial T 因为它是 Displacement Wave 它的拖函数对T做偏微分 好 那现在 我们就把这个 写一下 我们可以写成Rho A Rho A Delta X 这个呢 我们就把刚刚那个波函数啊 S K KX 减 Omega T 变成这个 OK 那我们 这些个平方 好 再把它平方 写进去 我们可以写成Rho A Delta X Omega平方 S Maxima Square Fine平方 KX 减 Omega T 的平方 好 我们现在 假定说 这个 HX 其实是 无限小 无限小 我们取这个 Delta T Approaches Zero 那Delta T Approaches Zero Delta X 也是 Approaches Zero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 X写成DX 于是我们就可以写成D EK 这个 要等于 二分之一 Rho A Omega 平方 S Maxima Square 这个 我们写到最后去 乘上 DX 写到最后 那么 Sine 乘上DX 这只是这一小段 我们取一个 一个坡长 因为一个坡长 里头的震荡 跟另一个坡长 完全一样 那我们就取一个坡长 来讲 一个坡长的 总动能 已经 他们 chưa 各都 handling 关于 你的坡长 unde 竟 都 那个 他的 伤害 柠 Page 我们 在 上 颜 按 我 吃 5 自 提 那我们就把这个积分 1k要等于 把这个积分积起来 2分之1 rho A omega square as maximum square 然后这个是sine 平方 kx 减 omega t dx from 0 to 1 lamina 这个平方不好积分 我们要把它画成背角 它是等于 二分之一 等于二分之一的 1点cos 两倍的这个角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 二分之一拿到前面来 变成四分之一 rho A平方 Omega平方 s maximum平方 积分是 1-cos 两倍的 kx 建Omega t 乘上dx dx dx 从零到Lamina 我们知道cos的背角 整数背角 cos的整数背角 或者是sine的整数背角 它其一个周期或者一个波长 都是零 所以就等于一积分就是Lamina 所以它就等于四分之一 Rho A平方 Omega平方 Xmaxima square Lamina 那胃能跟动能是一样的 它两个加起来等于总动能 动能最大 胃能就等于零 动能等于零 胃能就最大 那么一个波长里面 它们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同理可以得到 可得一波长 主位能 那就EP 也等于这个 也是等于四分之一 Rho A平方 Omega平方 Smaxima square 是Lamina 所以它的总能量呢 E 它是等于EK 加上EP 那就等于两倍的这个东西 就等于二分之一 Rho A square Omega square Maxima square Lamina 可以等于这个 当然这个单位是Jar 单位是Jar OK 好 我们现在就看 什么 哪个A A没有平方 没有平方 我大概写错了 超错了 很好 你们要注意 我常常 常常是嘴巴讲的 跟脑子里想的 跟写的不一样 所以你们 几十个脑袋瓜 要一起 一起在这里想 眼睛要看到 好 那么我们说 它的功率 传送的功率 因为这是一个周期里面的总能量 所以一个周期里面就传这么多功率 因此呢 传送的功率 它的power就是 等于1 总动能被一个周期的时间来处 P要等于1 over 这个是period 一个周期 好 那么 它就等于 2t分之1 RhoA OmegaSquare S MaximaSquare Lamina Lamina over T呢 这个T分之1就是F 就是频率 频率称Lamina等于什么 等于传播的速度 对不对 等于波的速度 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 二分之1 RhoA Omega平方 乘上 传播的速度 好 这个是 瓦特 这个就是 传送的功率 传送的功率 那现在我们来看 波的这个强度 波的强度 强度的定义 我上一次说过 它就是单位时间 垂直通过单位面积的能量 单位时间的能量 就是power 它在被A来除 就是功率 所以 强度I 就等于功率 被A来除 A除过来 它就等于 二分之二分之一 Rho 然后OmegaS Maxima 就是Square 乘上V OK 好 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 稍微画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又因为 压力波的政府 它是等于这个 我们刚刚有导出来 V S Maxima 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V是等于Omega over K 所以这是Omega比方 Omega over K 比方 被这个除掉一个 去掉 我们拿一个V出来 变成Omega over K K跟K约掉 所以它就变成Rho V Omega S Maxima 因此Omega S Maxima 就等于P Maxima over Rho V 因此我们就可以把 Intensity 写成这个样子了 所以 强度 是等于 Pressure Amplitude 的平方 两倍的Rho V 单位是 Wat per meter square 你看我们要用 压力波的正符 因为压力波的正符 我能测得出来 你用位移正符的话 你根本没有办法测这个 所以这个式子 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你把它改成 压力波的正符 就能够测得出来 这就是强度 强度跟我们听到的 这个响度 是一样的 强度越强 在我们耳朵里头 产生的响度 就是越响 那么这个 我们耳朵 听这个 强度 我们听这个 我们刚刚有 刚刚 前面已经 导出来 它这个 这是压力 改变了 它是10的 负5次方 到10的 负12次方 它的变化是 变化的这么大 就是说 这个强度 它是建于什么地方呢 10的 负5次方 到10的 负12次方 这个范围里面 那这个 差了几级啊 10的 7次方级 这个 级数 差太多了 10的 7次方 是多少 1000万 1000万倍 所以我们不好用 数字来表示 我们最好是用 强度 用对数表示 用对数表示 因为这个 这个变化的 范围太大 因为强度变化 我们最好用 对数来表示 用对数 我们设定一个标准 设定 他设定 爱灵 等于 这个设定 这个强度啊 是我们所能听到的 最弱的一种强度 爱灵 为 最弱的 强度 那么 强度为爱的 为爱的声音 跟这个做比较 跟这个做比较 不是直接去比 而是 而是 这个强度为爱的声音 他的强度呢 强度为爱的声音 用这个 分倍数 强度为爱的声音 与爱的笔子 是多少 我们不要直接去比 不要直接去比 这笔子 我们取这个 β 等于 10 乘算log i over i0 这个单位呢 叫做 disable 叫做分倍 这个笔子叫分倍数 本来我们是不要10了 不要10倍 但是不要10倍啊 这个 还是不好 所以我们 就说 我们就是取 这个 10 10倍的这个 来 来表示 这个叫分倍数 我们举个例子 我们举个例子 如果 这种分倍 你讲话的声音呢 如果 如果 i 等于 i0 的话 你讲话就用这个最小的这个 intensity 来讲 那么 beta等于多少 beta等于0 对不对 0分倍 0分倍 那就表示啊 这个标准是0分倍 0分倍 好 那么 再大一点的呢 比如说 秋天到了 我们这里比较不明显 他们稍微 涵盖着 枫叶 红了 掉下来 然后 干了 枫叶吹 沙沙声音 沙沙的声音 好 比如说 沙沙 它是几分倍呢 它是 差不多 十分倍 十个db 它的强度啊 其实只有十 它是十个 这是十分倍 十的负十一次方 十的负十一次方 一个瓦特 permeter square 就是沙沙的树叶声 你把十的负十一次方 这十的负十二次方 那是多少 十 这是low个十 不写就是十 十 这是负十一次方 十的负十一次方 十的负十二次方 这就变成十嘛 low个十的十就是一嘛 对不对 就是十个分倍 好 如果是窃窃私语 这就是我们先写它的这个好了 强度大概是十的负十次方 那么beta等于多少 我们就用这个来算一下好了 low个十 负十 负十 负十二 等于十 low个一百 一百是十的平方 对不对 就是二十 二十个db 好 比如说我们在室内 听这个收音机 很正常的声音 不是放的特别大 很正常的声音 你听起来很舒服 那么它是十的 负八次方 负八次方 这是瓦特permeter square 瓦特permeter square 好 它的beta就是十 log 10的负十二次方 10的八次方 好 那这个相当多少呢 好 四 四次方 是四十个db 好 等等 OK 好 那我就不再多算了 如果汽车 没有按喇叭 而且也是很好的车子 引擎声音不太大 它从街上开过去 大概是五十分贝 五十分贝 那普通我们讲话 那普通我们讲话 不是用麦克风 我们一般讲话 六十五分贝 在街上面 汽车 闹街上汽车很多 不只有一台两台 很多台 那个声音呢 大概是七十分贝 七十分贝就是 十的负五次方 Water per meter square 还有我们这个 钉锚钉的声音 锚钉知道吧 一种钉子钉下去以后 就把这个 比如说两个铝皮 要夹紧像飞机 它就是钉锚钉 把它夹得很紧 那个哮哮哮哮哮哮 那个声音 九十五分贝 九十五分贝 那么 最大的声音 震耳欲聋 我们耳朵都几乎 忍受不了了 我们说震耳欲聋 声音 它呢 就是一百 就是一百二十分贝 它的intensity 就等于一个 瓦特 per meter square 如果这个地方是一 这里是十的 负十二次方 那这个分子一 就是十的十二次方了 十二次到前面 就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分贝 就是很大声音 那么 我们一般讲话 一般讲话是六十五 但是我们中国人 讲话好大声 好大声 我给你讲 尤其女孩子 有时候我在这个 去运动 在这个 在运动俱乐部 在那里 跑步机 或者是 骑脚踏车 好多女士 也在那里骑脚踏车 哇 就是讲话 好大声啊 我都要带耳塞去 要不然的话 几乎要疯掉了 他讲话 站在这里 要跟那么远的人讲话 就这么讲 他不会跑过去 跟他 跟他讲话 两个就这么聊 隔这么远 那么 这个习惯不是很好 我们学过 物理的要小心一点 不要有这种 这种让人家 几乎让人家产生 这个震耳欲聋的 这个味道 噪音 这个是 我们看的强度 好 再来 我们就要看 空气柱的柱坡 咱们 空气柱里头 这个空气的环境 跟空气柱外头的环境不一样 这两个介质不一样 就好像说一个细绳子 一个粗绳子一样 所以当这个坡 传到两个介质的界面的时候 会有一部分反射 反射 一部分穿射 那反射坡跟入射坡 会干涉 就是加起来干涉的结果 如果条件合适的话 它会产生铸坡 这个形成铸坡的条件 跟我们上一次导出来 形成铸坡的条件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这个空气柱的长度 必须是那种坡 坡长的整数倍 那种坡才会形成铸坡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 因为它有一定的条件 你空气柱一旦成型了 长度是一样了 结构是固定的 那么它在里头能够产生铸坡的 这个坡长就是一定 或者是它的这个频率就是一定 那有一定的频率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频率 我们就称它叫做谐音系 harmonics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空气柱 分成两种状况 一种就是两端都是开管 两端都是开放式的 一种是一端开放 另外一端是封闭的 像这个就是两种 两种这个拐 像我们吹的销 冻销 冻销你可以从这边看到那一边 那就是两端都开放式的 笛子 笛子就是一端封闭的 你看看笛子 你从这边看不到那一边 因为它当中有塞一个东西在那里 这个东西不可以随便动 它制作的时候要调整那个位置 你这个音才会准 那就是封闭式的 好我们现在看两端都是开放式的 它的这个频率有哪一些 好我们先看 是的 乐管 当然是做乐器的 像这个管风琴呢 它就是这种 好我们 好我们 画一下 假定这个是 L长 L长 那两端都是开放 开放式是怎么样呢 因为空气在里面 它是做这种震荡 所以这两边 没有东西限制它 所以它可以震动得很自由 所以通常靠近这两端的时候 它是接近于它的坡腹 接近于坡腹 这个是什么坡呢 这个是位移坡 位移坡 OK 接近 但是不是准确的这个坡腹 接近 我们可能还要校正 有一个叫end correction 叫做这个 叫什么 终端校正 就是这个管口的末端要校正 就是说它的坡腹不见得在这里 可能在这里 也可能是在这里 也可能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就 理想的状况 就把它当做 坡腹就在管口 OK 最简单的是什么状态 最基本的 这里是坡腹 这里是坡腹 那一定要两个坡腹当中 有一个坡结 对不对 没有坡结 怎么会有两个坡腹呢 所以 这个地方一定是个坡结 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 这是 最基本的 没有比这个最基本 没有说两边都是坡腹 好 那这个时候 它的L就等于 等于 一倍的 二分之一坡腹 一倍的二分之一坡腹 那么它的频率呢 F1 频率是等于 速度 被坡腹来除 所以它就是等于 12 不是 二 坡腹 二L 二L 二L分之V 这个 我们称它叫做 基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 也叫做 First Harmonics First Harmonics 第一谐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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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基频Fundamental 好 我们再看 比这个呢 哨音 再复杂一点 就是它有 两个半坡腹 它是坡腹的整数倍 那边两个合起来 是半个坡腹 好 再来就是这样子的 好 坡腹 有两个坡腹 两个坡腹 好 那这个时候是L 等于 两个 二分之一 坡腹 好 那么它的Frequency F2呢 就是等于 二 L 分之二V 其实就L 分之V了 它正好是 F1的几倍啊 两倍 对不对 两倍的F1 好 这个是 Second Harmonics Second Harmonics 第二个谐音 第二谐音 好 再来 刚才是两个破解 现在三个破解 一个破解 一个破包 一个半破肠 两个半破肠 三个半破肠 那么这个时候L 就等于三倍的 二 所以F3 是等于 二L 分之三V 好 这个是 基平的 三倍 就是F1 的三倍 那么这个是 第三谐音 好 第三谐音 OK 这样子 所以 开管的 它的这个 Harmonics 是Fundamental的 整数倍 整数倍 一倍 两倍 三倍 四倍 五倍 六倍 这个跟我们 两端都固定的 弦 的Harmonics 是一样的 好 这个是 两端都开管 那现在我们看 一端开管 一端是封闭的 Obi 一端的 弦 好 行 乖 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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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它是这样子的 这一段封闭 这一段开放 那这个 就是 坡负的位置 这个地方因为不能动 限制在那里 所以它是位移坡的坡结 分子不能这么动 但是我们刚刚说过 位移坡跟压力坡 正好相差二分之排 位移坡的坡结 就是压力坡的坡负 压力坡的坡负是这样子 它不是压力最大 就是压力最小 OK 那么这个是 就是说 它的坡结 位移坡的坡结 就是坡负 坡负就是 它不是最大 就是压力不是最大 就是最小 好 我们拿位移坡来看 这里是坡结 那最简单就是 这里是坡负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坡 这样的一个坡 好 那这个是 那这个是L等于 四分之一坡长 四分之一坡长 好 那么 它的F呢 F它就是四分之 因为F是Lamina分之V 等于这个 这个就是 第一谐音 也就是它的基频 Fundamental Frequency 好 再来一个呢 它是这样子的 Shit 搞错了 等等 这样子的 这里是坡结 坡结 这里坡负 那这有几个 四分之一坡长 几个四分之一坡长 这个时候 它是三个四分之一坡长 L等于 三个四分之一坡长 这样子的 它的驻坡条件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四分之一坡长的 七数倍 它跟两端固定的旋 跟这个开放式的不太一样 好 那现在 它的频率 F3 F3就是 4L分之3V 它等于三倍的F1 它是第一个 harmonic的三倍 这个我们就称它叫做 第三谐音 它没有第二谐音 那么 那么 再来 好 里头有两个半坡长 那这个L是等于五个四分之一坡长 五个四分之一坡长 那么 那么因此 那么因此 它的frequency 是等于四L分之五倍的V 它就是五倍的F1 这个是第五谐音 所以一端封闭的这个管 它的harmonics 是基平的基数倍 它只有基数的harmonics存在 只有基数的 一三五七九等等 这个harmonics存在 OK 好 这个是 我们看到管乐 就是众坡的 众坡的 驻坡 众坡的驻坡 好 另外我们再看一个 拍的现象 以前呢 在此之前 我们讲过 两种坡 同在一个戒指里面 行进的时候 会产生干涉 对不对 我们前面讲过 在同一个时间 同一个时间 这个戒指里面 两个坡在船 在行进的时候 它产生的干涉 上一次我们画的图 是这个图 这个是X 就是T固定了 T等于某一个定值 有一个坡是这样子 另外一个坡 可能是这样子 这两个合成起来 是什么 干涉以后就是加起来了 加起来 OK 加起来 那这个叫做 Special Interference 叫做空间的干涉 时间一定 就是我们可以 如果是旋的话 我们可以照相 照相照出来 那个相片上面的 这个坡 就是它的合成坡 每个位置都不一样 这叫Special Interference 叫空间干涉 这种干涉 叫空间干涉 空间干涉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合成坡 我就不画了 这个Y1 这个Y2 Y等于Y1加Y2 另外有一种 就是 你的眼睛 就只看到一点 看到某一个固定点 X为定值 好 那就说你在这个弦上面 某一个位置 不是弦上 空气柱里面 空气柱里面 这是时间 这是时间 空气柱本来我们眼睛看不见 有一个办法就是 我们在空气柱上面 挖小孔 挖小孔 你一吹 一震荡的话 从这孔里面 从这孔里面出来的 这个空气 速度大小不一样 因为它的pressure不一样 我们就知道 这个孔 它pressure的变化 就可以知道 那意思就是说 我X是固定 我只看那一点 看这个空气柱里面某一点 两个坡都经过这里 那这一点就开始相加起来了 相加起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产生的干涉 这个叫时间干涉 interference in time 时间的干涉 OK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坡 比如说我们有两个坡 S1 等于 它的 正幅都一样 但是它 frequency有一点不一样 好 我们假定 link X等于0 好了 X等于0 那么这个就是 maxima cosi omega 1t omega 1t 好 第二个坡 正幅跟这个一样 但是它是frequency稍微 小一点 frequency 当然这个也不一样 这个也不一样了 这个也不一样了 如果X等于0的话呢 这个就变成 maxima cosi omega 2t omega 2t 好 现在这两种坡 合成 合成坡 这两个坡 比如说我们这个不好画 非常的不好画 它这个只差一点点 差斜许 就差一点点 所以它这个坡 不好画 你们看书上 看书上好了 然后另外一个坡呢 跟它稍微错开一点 错开一点 我这画的不好 错开一点 有时候比较接近 有时候比较离开 于是它就构成一种 合成以后 它就变成这样子的 我把这一半也画出来 变成这样子的 合成以后的频率 跟这两个稍微不一样 但是它 有的地方是破解 有的地方是破腹 这个比较响 这个呢 听起来 没有声音 好 现在我们就把合成坡 把它夹起来 这个对于什么呢 等于是 等于 S的 Maximum 它是cos Omega1t 加上cos Omega2t 我说过正幅都一样 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写成 cos 2πF1t 加上cos 2πF2t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两个用三角函数 三角横等式来 来这个代替 比如说我们用cosA 加cosB 它可以等于什么呢 两倍的cos A-B OVER2 再来cos A加B OVER2 把这个带进去 我们就得 S 当然它是x 跟t的函数 不是 它就是t的函数 因为x固定了 x是固定了 所以它就等于 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 把它特别扩乎在一起 F1 减F2 OVER2 T 然后再来一个cos F1 加F2 OVER2 T 特别把这个扩乎在一起 比如说 你如果这个 没有这项 这等于1的话 它就是2s maxima cos 这个值 那它也像是一个坡 跟那两个原始的坡 差不多 不过它的frequency 是原来成分坡 两个成分坡 频率的平均值 频率的平均值 如果没有这个 它的正幅是一定 那就是这个地方 没有这个 没有虚线这个 大家都一样 一样 一样高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 那就表示 这个正幅啊 不是永远是2s maxima 跟时间有关 有的时候 时间 在某一个时候 cos这个等于1 那它的正负最大 那它的正负最大 就像这里 有的时候这个等于0 等于0就在哪里啊 在这里 这个等于正负1 正负1就是这些地方 0的话就是这里 那就表示说 这个跟什么有关系啊 这是强度有关系啊 强度跟正幅的平方有关系啊 你这个2a的话 哇听起来很香 比原来这个 原来是s 这些2倍的s 强度就是4倍的s maxima平方 哇那很强 对不对 如果这个0的话呢 没有声音了 所以两个 你一个一个听的时候 比如说 一个是哦 另外一个频率稍微低一点 哦 两个合在一起呢 频率是介于这两个中间 两个中间 它不是哦 它是哦 哦 哦 他是这样 一下大声 一下小声 一下大声 一下小声 哦 哦 就好像有个拍 节拍一样 有一个这个节拍一样的 OK 好 那么 这个 我们就称它叫做拍 就是说这两个合并在一起啊 我们会听到这个拍 的现象 会有拍的现象在里面 bit 拍叫做beat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来看 因为它这个响声呢 是跟 它的正符有关 正符这里头是cos的函数 cos的函数啊 一个周期呢 有两次最大 对不对 这有正一跟负一啊 绝对值最大 绝对值最大就是最响的时候 一个周期啊 有两次响声 一个周期有两次响声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看这个 好 一个周期有两次的响声的话呢 那么我们现在 把这个 我们可以把这个 干脆把它写成这个 写成这个 这个样子好了 这 扩弧 把它当做是这个 然后cos f1加f2 over2t 好 s'就是代表 这个地方的s' prom 是代表 s'prom maxima 两倍的x maxima cos 两倍的f1 减f2 的t 好 那么 也就是我刚刚说过 它一个周期里面呢 有 有两拍 那所以呢 我们说它这个 它的周期是什么 周期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说 它的beat好了 拍 拍的频率就是几次 拍数 拍数 频率 就是震荡 一秒钟震荡几次 一秒钟震荡几次 一个周期两次 一秒钟震荡几次 它这个是等于 两倍的 我们取这个绝对值 F1 加F2 over2 绝对值 因为 这个就是它的频率 就是它的频率 频率等于1的时候 是两次 现在频率是这么大 频率这么大 两倍的这个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等于绝对值 F1减 F1减 F2 OK 它频率是 一秒钟震荡一次的话 它就听着两次大声音 两个拍数 两个拍数 如果频率等于2的话呢 两个hertz的话 它就四次 二乘二 它现在频率是这么大 频率是这个 我写错了 这个对 这个对 这个地方 是减的 OK 频率是这个 它两倍的这个 为什么写绝对值呢 因为 F1跟F2 谁大谁小都没关系 它反正是两个频率的差 两个频率的差 OK 所以 这个就是 这就是 π 这就是π数 你听到的π数 这个我们称它叫做beat beat OK 这个要频率相差很少的时候才听得到 频率差很多没办法听到 因为我们耳朵只能听多少频率的东西啊 20 最低20 对不对 超过20就不能听了 两倍的 20除以2就是10 不能超过10 不能超过10 OK 那么 就说你 你太大 你太大的话 我们不是听不到 就说你 你分不出来几次了 嗡嗡嗡嗡嗡 你数得出来 嗡嗡嗡嗡 就很难数 再快嗡嗡嗡嗡 几次啊 一秒钟几次啊 听不出来 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 你的 两个频率不能差太多 差太多的话 它的差很多 你听到的这个 π数 连在一起 根本听不出来 有时候我们这个日光灯啊 你夜深人静的时候啊 你如果只有两盏日光灯的话 它里头的这个变压器震荡 可能会差一点点啊 你听一个灯管 它是嗡嗡 两个灯管也好像是嗡嗡 第二个灯管 单独也是嗡嗡嗡 两个灯管一起亮的话 可能就会嗡嗡嗡嗡 这样的声音 好 那么 这就是差 就是π数 OK π数 π数是等于 两个生波 频率的差 两个成分波 频率的差 的绝对值 要记得要是绝对值 如果告诉你一个频率 比如说一个四百八 一个四百八十二 或者说我听到两拍 两拍 那其中有一个是四百 另外一个是多少 一个四百零二 这个差二 对不对 再来一个呢 三百九十八 也可以 也可以 OK 要记得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 好 好 好